男人意外发现一个小镇模型 他大感震惊 模型中的所有摆设 都和小镇完全一致 甚至他还看到了自己 男人都惊了 拿起喷水壶就往自己身上喷 结果外面居然下雨了 他难以置信 又赶紧喷多几下 但外面竟直接下起磅礴大雨 更离奇的是整座小镇 只有他所处的教堂 乌云密布下着大雨 乖倒 男人猛然震惊 这小镇模型 简直就像在玩模拟人生一样 隔天一大早 镇民们对于昨天的教堂 与议论纷纷 咱们活了这么多年 害第一次见 只在一个屋子上下雨了 可啥时候小镇能来场大雨啊 自从新镇长上任后 小镇的经济就迅速下滑 连唯一的洗车场都倒闭了 男人静静听着 觉得既然现在有了模型 那不就能帮小镇重振雄风了吗 而听到餐厅老板娘 说要给餐馆粉刷强念 他就回到教堂 在模型上找到了餐馆 接着他拿出一瓶纸价油 半分钟不到 现实的餐馆就被粉刷成了橙色 老板娘都惊了 虽然不知是谁干的 但都在不停短判 只见男人缓缓走来 哥娜连连称赞 哎呀 这漆刷得真好看呀 是谁这么能吗 但男人丝毫不带爬 谁还管镇长咋想的呢 现在餐馆换上颜色 不活力满满的吗 而男人名叫森哥 之所以无偿帮助镇民 只因他的妻子 曾经是上一任的镇长 而自打妻子离世后 森哥就搬来小镇 住进了教堂里 通过镇民的吐槽 他们都把意见箱给写满了 新镇长都压根没看过 搞得镇民有苦 都无从解决 为此 森哥决定完成妻子留下的任务 帮助小镇蒸蒸日上 路边 一只流浪狗正在吠脚 只见男人森哥 拿起一块鸡腿骨 就往小镇模型上放 下一秒 乖倒 这骨头就如同巨石一样 摆在了路中央 可把狗狗给看缠了 不仅如此 只要他往模型上一按 道路的坑洼就会立即修复 镊子一家 垃圾桶就原力摆正 手指轻轻一捏 大树就连根拔起 森哥往小镇模型倒过一晚上 镇民的意见就通通解决 而一看小镇给修缮得妥妥当当 全镇居民都开心无比 就连本来想搬走的人 都立马把家具抬回家了 森哥听着镇民们 对这座好事不留名的神秘人的夸奖 他都不禁面带春风 对自己感到骄傲 可正是不知道是谁干的 镇民们反倒猜测 是那黑心镇长搞的 为的就是给明年的参选 先赢一波人心 但不管是什么目的 只要是对小镇好的 镇民们都能接受 森哥一听就不乐意了 既然你们都以为是镇长干的 那我就要干个对方不会干的 只见他在小镇入口 放置了一块路牌 这下那些路过的游客 就会一窝蜂来到小镇 要么是加油的 要么是休息片刻吃吃饭的 仅仅这个举动 就把小镇的经济拉了回来 但令森哥没想到的是 镇民们都已经认定 做些好事的都是镇长所为 而镇长还不知廉耻 将所有功劳的归功于自己 受尽了所有镇民的爱戴 人们还举办了一场庆祝派对 为镇长鼓掌助威 放心吧老哥 俺一定会投你一票的 可森哥看着一切 内心很是不爽 他决定做些什么 来报复一下只黑心镇长 这镇长正在走夜路 乃至他抬头一看 乖倒 一只五米高的蜘蛛就对在面前 迈着的八条毛腿 有巨物恐惧症的都给吓尿了 镇长疯狂大叫 眼看自己要成盘中餐 蜘蛛却搜得起飞 等他转过头时 蜘蛛就已消失不见 只因男人森哥 拥有一个小镇模型 什么东西放上去 都能在现实中出现 这不 他又拿着一块小石子 就往模型丢去 紧接着 一颗陨石就随之滑落 轰的一声 就砸在了镇长的豪车上面 对方人都傻了 昨晚是给大蜘蛛想 今天就是给陨石砸 到底谁有这么能耐 能干出这种事啊 见旁边的男孩在那笑 镇长就误以为是对方搞的鬼 当着镇民的面 就对其破口大骂 哪知此举一出 所有人又认为他还是那么混蛋 镇长一看自己风平被害 立马就假惺惺 一脸假笑的说 自己不怪罪男孩 不就给砸个车 有啥大不了 重要的 还是要在小镇建设上 相信我 我肯定会好好经营的 结果明眼人都知道 他是在装 镇民们听完 反倒一个劲的鼓起掌来 纷纷对其表示支持 森哥都无语了 这都啥人啊 而到了晚上 牧师特地登门拜访 想问问他有啥问题想解决的 咱的镇长都能搞病 森哥不高兴了 总是镇长镇长的 难道你们忘了 他就是个自私贪恋的人啊 怎么可能会干出这些好事 但对方却表示 人是会改变的 没有任何人会无药可救 而且重点不是谁做的 是谁做了什么 森哥被一语惊醒 于是为了帮助小镇 他又在街道上 安装了不少路灯和指示牌 结果电力耗能过大 啪啪几下 电灯炮就猛的暴力 小镇就这样 电力过在直接失去电力 随之所有镇鸣齐聚一趟 纷纷找到镇长 要求他立马修好电力 反正你有神力 搞定这些不都一眨眼的功夫吗 但镇长不过凡人之北 这种神力哪会拥有 眼看他无法为小镇恢复电力 所有镇鸣就一窝蜂地涌上 让他将自己的烂摊子全都搞定 见状况愈演愈烈 森哥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他站了出来 表示自己才是那位神人 而为了证明自己 他让镇鸣留在原地 自己则跑回魔形边上 他在魔形上点燃一堆火柴 街道上便也凭空出现 这下所有人都相信了 可镇长见有如此宝贝 那自己不就能改变整座小镇了吗 对方想着抬走魔形 但森哥显然不敢 双方一番激烈地争执 魔形却轰然断裂他家 结果随之而来 就是一场大地震 不过万幸并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可魔形已坏 森哥不能靠自己去修复小镇了 但不要担心 因为在争执时 他的结婚戒指 就刚好掉在魔形上 所以嘛 这么大眉睛戒指站在街道 修个小镇啥的 不都轻轻松松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剧集出自 阴阳魔界第二季 第八季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